何以群去见见我哥吧 我昨天去见过他了 我没想到回国后 我会和他这样见面 我一直以为 他会和我一样地恨你 可没想到 他却求我让你来去见他一面 我是不会去见他的 何雨琪 我哥是怎么对你 你是知道的 他做的这一切 都是因为他太爱你了 但是我恨他 我知道你恨他 你恨他霸占了你 拆散了你和刘虎 但是你们毕竟在一起 生活了那么久 我长这么大 从来没有见过他 这么爱一个女人 你现在已经达到 你的暴风目的了 他已经身败名裂了 你还亲手把他送进监狱 这样还不够吗 何雨琪 算是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去见他一面 他现在想见的人只有你了 只有你 才可以让他重新振作起来 你就跟他说 何雨琪已经死了 何雨琪 妈 妈 瑶瑶跟少少回来嘞 妈 对不起啊 我不该不跟您商量 就把笑笑带回我妈他们那边的 瑶瑶 我真的不知道 要该怎么样说你才好呢 毕竟你也是个成年人了 你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主见 当然我没有办法干涉你 但是毕竟 笑笑她才几个月大 外面天寒地冻的 万一把她给冻着了 生病了 谁负这个责任 对对对 妈您说的对 妈 以后除非有特别重要的事情 其他的时间 我和刘虎一定会好好孝敬您 一定会乖乖听您话的 好 希望如此吧 妈在宝宝树特卖上面特地给你买了一个礼物 我知道你要回来 谢谢妈 不客气 来来来来 宝贝给我 宝贝给我 来 宝贝 奶奶 宝贝 奶奶帮你 好孩子 想奶奶了是不是呢 就是想奶奶 对吧 是不是 好了 好了 你们也累了 去休息吧 宝贝 想奶奶了 奶奶更想你 外面冷不冷啊 看看小鼠 这么冻啊 这么冷啊 好孩子 雨淇淇 孟芽芽又回来了 什么 我怎么觉得她 她跟火哥越来越恩爱了 您可得抓紧点 孟芽芽 我知道了 小青 好 我知道了 何雨淇淇淋 喂 向总 何雨淇 你有时间吗 我跟见个面吧 好呀 地方你定 恩爱 你们就抓紧时间 恩爱吧 刚才紧张死我了 我还怕你妈又会大骂我一顿呢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我妈又不是妖魔鬼怪 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只要让她看到孩子 她就会 我跟你说 以后你就要靠在我的肩膀上就好了 有什么事情我都会扛着 你 你 老公 你这怎么了 你可别吓我啊你 你干这个 这 这 老公 你给我数数 几个链了这些 你 六个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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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链有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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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个链有钱了呀 你不是要买车吗 马上就买 老公 她哪来这么多钱呀 童话给的呀 她不是怕铦铦跟向辉和好吗 就给我一百万 让我看着铦铦别跟向辉在一块 还有还有 当初她喜欢向辉的时候 也是我把向辉灌醉了 给她们制造的机会 所以才让她们在一块 我什么也没说你没听见啊 毛熙霖 你说什么 这事你给我烂肚子里边 千万别跟别人说啊 毛熙霖 毛鸦鸦可是你亲妹妹呀 你连你亲妹妹的男朋友都卖吗 你不是穷怕了吗 现在咱有这钱了 就能又买车又买房了 我是穷怕了 可我也没让你赚这样的钱呀 毛熙霖 你太可怕了 是不是因为钱 你哪天把我给卖了 我还得帮你数钱呀 不吃饭了 一百万 到手 快点 怎么还帮你 你拿来 另一个人 董事尼 的 怎么会在哪里 要测试 你最后你没记住 有趣 要清楚 她的 到底什么 她很确定地告诉我 那孩子不说了 她说了你就信啊 向总 你是不是太天真了 毛泱泱现在家庭幸福美满 你觉得她愿意承认吗 倒是你 你是不是也希望她不承认呢 这样 你就不用自责了 我这儿啊 有一张孩子的照片 看着眉眼 跟你还真是有几分相似呢 没关系 你没有兴趣呢 我就放在这儿了 反正能帮的 我已经只能帮到这儿了 如果你还是不相信的话 我劝你去做一个DNA 免得日后后悔 向总 再见 怎么样 咱有钱了也买辆车拉了风 拉什么风啊 我现在就担心啊 你说妈和鸭要知道 咱俩这钱怎么还能不会跟咱急啊 你就咬死吧 这钱不是童话给的 他们能知道吗 你把心放肚子里边 咱踏踏实实的啊 您好 您好 请问买车吗 买车 这款怎么样 这款你给我介绍介绍 这是我们店里刚到的最新款 进口苏伊特 1.6升运动豪华版 这款车呢 外观非常的时尚 流动性设计 一键启动 无论是从外观还是使用性上 它的性价比都是很高的 更重要的是 它有很棒的速度感 现在许多年轻的顾客 都喜欢这一款呢 我们店里今天上午 刚提了聊聊呢 你说这是今年刚上市的新款啊 对 那我看大街上没有几个人开 说明了这车不怎么样 人家都说了个年轻人喜欢的 他已经脱离年轻人那群体了 那也不错了 给我介绍介绍这个 先生您眼光真不错 这款是进口苏伊特的 金木迪最新款 也是我们店里最畅销的一款 你再给我好好介绍介绍啊 毛经理 你懂不懂啊 这叫越野车啊 你要它干吗呀 先生您一般经常外出吗 我经常组织自驾游什么的 您别看它是SUV款 它比一般的SUV的车 要耗油少 油量低 通货性好 而且呢 可以根据您的喜好 自由地进行改装 在越野车领域 具有很高的口碑 性价比呢非常的高 太好了 你把资料给我 我就要这个了 对不起 毛经理 你抽风是吧 你还真拿自己当土大款了 这个家我说了算 不能买就是不能买 你 你把这车给我留着 我要了啊 你一出来就跟我讲了 谢谢 谢谢 欢迎在这里 欢迎在这里 向辉 雪儿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在这里跑步呢 这么巧 是啊 好巧 你这 这该不会又是跟童话演的戏吧 对不起啊 那时候强迫你跟我们演戏了 你严重啊 不说这些了 你现在怎么样啊 你是跟童话在一起呢 还是毛羊羊 我两个都没有 我现在刚从国外回来 发生了很多事情 这样啊 那太可惜了 可惜 可惜什么 我多句嘴啊 这两个女人呢 我虽然只见过一两面 但是看得出来 她们都爱你 好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咱俩后悔无期 走了啊 杨阳 我真的好害怕 好害怕打扰你现在的幸福 好 你干吗 你这样很危险 火车今天信号 你搭我一段吧 你下车吧 我不想载你 你干吗那么凶啊 反正你也是回家嘛 我们又是顺路 你搭我一段怎么了 我不想载你 后面一直在叫 你要不要走 来 喂呀 不好意思啊 今天我车信号 所以我就让刘伙 顺路把我带回来了 杨阳 我刚车停在路上 她硬是上我的车 好了 别说了 刘伙啊 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啊 就是心眼好 最大的缺点呢 也是心眼太好 像路上啊 有什么小猫小狗 她都会帮个忙 搭把手的 对吧 老公 好 只要你不误会就好 我是怕你们两个回去又吵架 刘伙这个人哪 什么都好 就是有一点 自尊心强 自尊心强 在万人面前 你给她多留点面子 而且 虽然她脾气暴一点 但是她心好 那些年 我们两个 因为这个没少吵架 是吗 我怎么没觉得 我觉得她脾气挺好的呀 对我对儿子都特别的温柔 从来都不乱发火 倒是我 还经常跟她试试小性子 但她从来都是让着我 可能这人哪 无论脾气好坏 是要看跟谁在一起 刘伙 天都快黑了 别在外面耽误时间了 妈和笑笑还在家里等你呢 走吧 咱们回家 何与其啊 你太厉害了吧 活儿你是脑子进水了吗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进来的时候 我发现你很专注地 在看着照片 所以我就没打扰你 我记着你跟我说过 你好像对这些照片 没有兴趣 怎么了 是不是看到照片 就觉得那个孩子很可爱 而且很像你 本来呢 这件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只是于心不忍罢了 你于心不忍啊 毕竟是骨肉分离嘛 这也算是人间惨剧了 不忍不忍了 何与其 你不要把事情说得 好像有了定了 你不想知道答案吗 我可以帮你啊 何与其 你不像是那种 无缘无故 会帮助别人的人 好吧 那我就直说 第一呢 我希望在火旗公司 和安先生的合作上 你不要设置障碍 我做事情 向来都是公私分明 第二 我觉得对我们两个来说 是双赢的 如果孩子真的是你的 那你可以名正言顺地 迎回毛牙牙 你们一家人团聚 而留火呢 也可以回到我身边 我们可以回到原点 这是不是很简单 也是很完美的 话说着简单 很多事情是毁不去的 世上无难是指 怕有心缘 你不是依然爱着毛牙牙 我也从未放弃过刘虎 我们两个 都为我们曾经的错误 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们也算是同路人 既然我们是一个 战线上的 那我们就要相互合作 相互信任 你的事情 我替你解决 火旗公司的命运 我交给你 错误 走了 欢迎 好 晓辉 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我怎么就不能来了呀 咱俩以前在一起的时候 我来这儿的次数还算少吗 六年 两千多个日子 我来这儿见你父母 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 你想说什么 你又想表达什么 如果你想去救的话 那请你走开 失败的感情已经成为过去 那就是一种经历而已 我早就把他抛到脑后了 我不会去想他 也请你不要去想他 你走吧 我们家里的人不欢迎你 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 发微信你也不回 我有些事情我总得弄清楚吧 我今天来这儿 我就是想问问你家人 笑笑他到底是不是我孩子 笑笑我发现你真是可笑哎 我不是都说过了吗 你怎么就是不相信呢 你来这里就不怕我家里人给你脸色看呀 特别是我哥哥 他那一棒子把你赶出去你信吗 毛细琳 就他啊 我还真就不信 你不要以为你现在闲鱼分身了 成为精灵了 我们家里的人就会对你改变态度 我告诉你 不会的 你听清楚了我再说一遍 笑笑是我跟刘伙的孩子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请你打消这个疑问 不要再作茧自负了 我作茧自负 雅雅 从我一开始听到这个留言说 笑笑有可能是我孩子的时候 我就没有一天安宁过 我脑子里每天都会有一个大大的问号 如果这件事情没有搞清楚的话 我就会谨示你啊 我是个男人 如果这个孩子真是我的话 我必须要承担这个责任 承担责任 别说笑笑不是你的孩子 就算笑笑是你的孩子 我也不会让你去承担这个责任的 你算什么呀 你就是一个前男友 你在我这儿 充其量就是一个 忘恩负义的前男友而已 是 我是 有些事情我当初应该跟你当面讲清楚 我很对不起 我跟你道歉 雅雅 你听我给你解释什么 我不想听 我什么都不想听 你的任何理由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我是刘伙的妻子孩子的母亲 相会 我求求你了 不要再给我添乱了 行吗 我求求你 不要再给我添乱了 别的 向总 我已经派人给你准备好了孩子的胎毛 请你做亲子鉴定 请你做亲子鉴定 演戏 老公 福哥 回來了 耶 好 芽芽呢 芽芽 她今天加班 又加班呢 最近怎么常常加班呢 她不过是个务管办的 又不是大领导 有那么多班要加啊 我怎么知道啊 搞不好她就是很多班要加啊 你怎么知道 就你最知道 你最清楚 还装 你为什么要带何雨琪开车回来呢 还让毛芽芽给看见了 我告诉你 如果我是毛芽芽 我也要加班 我不但加班 我还天天加班 月月加班 年年加班 不完的班 那 那我怎么办嘛 要我完全不理何雨琪 我又觉得我忘恩负义 但要我理她 我又真的 不像 我这样是对不起芽芽 当然对不起芽芽 我告诉你 何雨琪就是超级厉害的女人 她抓住了你的弱点 知道你善良 你心软了 你心软了 所以说呢 她就有事没事就拉着你 来气那个毛芽芽 孩子 你不是听他们说你是个大男人吗 那大男人跟小女人道个歉 有什么关系呢 你们才刚刚结婚的小夫妻俩 一天到晚吵架 这感情是越吵越薄 越吵越淡 可是问题是现在 她对我有点避而不见 早上我还没睡醒她就出门 等到我睡着了她才回来 等我话都跟她说不上 怎么跟她道歉 想办法呀 你傻呀 还要我替你出主意 有了 笑笑 就拿笑笑来说声 不是快要笑笑摆日宴了吗 对不对 摆日宴 你赶紧的拿这个话题去找她商量 就说你看 我们就笑笑给她办个百日宴吧 我们在哪里请啊 请谁啊 还什么什么什么 把她一大堆东西去找个借口 然后中间 你就跟她道个歉就没事了 我告诉你 女人很好红的 红一红就没事了 相信我 我试一试 上官 怎么了 找我找那么急 你干吗这么看着我 出什么事了 童话 我问你 你跟毛丫丫是好朋友 也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吧 算是吧 出什么事了 什么叫算是 以丫丫的性格 她肯定什么事都会告诉你吧 那也不一定啊 她也不是什么事全都告诉我呀 童话 我跟你说话 也不想绕来绕去的了 毛丫丫的孩子的事情您知道吗 孩子 什么孩子 她和留伙的孩子 对 就是那个孩子 可是何与琪她现在告诉我 这个孩子有可能是我的 怎 这怎么可能啊 丫丫的孩子怎么可能是你的呢 向辉 何与琪她在骗你 她是故意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她和刘伙的关系 她现在就是利用你拆载丫丫和刘伙 你可不能上当啊 我不管她想做什么 但是现在我在问你 如果你不想告诉我也没有关系 这件事情 我自己会查清楚 何与琪 何与琪 你给我出来 怎么回事 何与琪在哪儿呢 何与琪你 这位小姐 你不能在这儿吵闹 我们公司正在开会呢 你谁啊 赶紧把何与琪给我叫出来 你找的是何小姐 她不在 不在 她不在这儿还能在哪儿啊 我看她是故意躲着我吧 我真没有骗你 她真不在 刘总正在开会呢 你要有什么急事 我一定转告给刘总 我要找的是何与琪 你转告刘总干吗呀 算了算了 对了 你知道她住哪儿吗 这个我真不能告诉你 不告诉我是吗 行了 我就不信我找不到她 那个我 不对 这样不行 还没有期许 瑶瑶 走 跟我回 不行 不行 你刚才凶了 这么说啊 这是 这瑶瑶是不是老天一般的凶魔呢 我 王瑶瑶 你舍得让我在家里等你吗 她当然舍得 她怎么不舍呢 她就舍得才不会等你 瑶瑶 那我 你是不是生我气啊 啊 生气 生什么气啊 你别笑 我很严肃呢 那一天 你不是看到我送那个 她回来吗 从那之后你就早出晚归的 也不怎么跟我说话 我发誓 我真的跟她什么都没有 那一天真的是她车子坏了 我顺道送她回来的 要不然的话等一下我出门我 你干吗呀 你发什么事啊 呸掉不吉利的 呸掉 呸 瑶瑶 最近呢 我从那个宝宝书手机软件上面 看到很多关于怎么做好父母的讨论 父母的情绪平和对宝宝是很关键的 这个为了宝宝好 你就别跟我闹别扭了行吗 好不好 我知道 你们俩那天什么事都没有 都是何雨琪自导自演的 之前不是也发生过吗 还害我们两个大吵一架 我毛鸦鸦呢 虽然有的时候脑子有点不灵光 但也知道迟一天找一只 那个何雨琪 不就是想让我不信任你吗 我才不会让她得逞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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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没生气 本来就是嘛 生什么气 你过得好不好 我过得特别好 我有一个爱我的老公 我有一个疼我的婆婆 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娘 我们又一天不再想了 你不再牵挂你了 我希望你过得好 我们在一起六年 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美好的时光 你说过你要跟我结婚 六年的感情 你说不要就不要了 你知道 你知道 你知道我这段时间是怎么过来的吗 你知道我是怎么认识我的家人的吗 你不知道 不过 我现在所有的一切 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作为孩子的亲生父亲 你 接下来 你准备做什么呢 事实就摆在面前 虽然现在你不敢接受 但并不代表它不存在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人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只是毛鸭鸭 我没想到 她能穿着这么大一个秘密 骗了这么多人 你的孩子 到底是不是鬼话 你大白天说什么鬼话呀 不是刘晗能都是你的吗 我还不会少到那种程度 我被你抛弃了 我嫁人了 我还还你的孩子 我凭什么呀 你哪来那么大的自信呢 请你不要打扰我的生活 更别痴心妄想 孩子是你的 向辉 何以至他他骗你 他是故意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和刘火的关系 他现在就是利用你 拆在鸭鸭和刘火 你可不能上当啊 那我们就要相互合作 相互信任 你的事情 我替你解决 火棋公司的命运 我交给你 向辉 你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生活 为什么你一点都不快乐呢 是因为孩子 还是因为芽芽呢 作词 你怎么保富你ió人 zwischen他 Afterwards 给我给政治属生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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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如果是不好的话 妈都担心了 来 我们给她看一下 有有有有 去去去 小孩在那儿 进去接一个 告诉你们 想要找你们商量商量 笑笑的百日宴的问题 我想呢 给她要好好地庆祝一下 跟你们商量一下 在哪里请百日宴呢 都行啊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是吧 瑶瑶 你有意见吗 我没有意见 妈 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好的 我就想呢 在家里面 家里面也够大 不要带她跑到外面去了 空气也不好 人也多 可以吗 好 没问题 行啊 好 那我们就在家里咯 是不是了 妈 这段时间您一直带着笑笑 特别地辛苦 让您费心了 你说什么呢 这是我的孙子呢 我开心都来不及呢 操什么心 瑶瑶 对了 百日宴那天 记得请妈妈 还有哥哥嫂嫂 一块来哦 好 好 来来来 你们赶紧去休息 下班也累了 等我饭做好了 叫你们啊 好 那呢 那呢 这个呢 小青啊 来 来哟 怎么了 学姨 帮我呢 送张请帖 给谁啊 好 雨 起 啊 还有别啊了 赶紧地去吧 我一定要让她看见 笑笑百日宴那天 火儿跟丫丫 她们是多么的幸福 多么的快乐 多么的美满 那 那 对不对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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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那我去了学姨 去去去去去 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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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谢谢你了 来啊 薛姨 李主任啊 有事啊 特别专程 邀请您 笑笑百日宴 一定要赏脸光铃哦 你看 您还亲自送一趟呢 另外我这人手多 您要需要帮忙啊 你尽管吩咐 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忙 到时候麻烦你一定要派一些人 到我家里去布置打点一下好吗 您放心吧 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 对了 薛姨 小青姑娘在吗 你说呢 我就知道她在 姐 这是薛姨让我给你的请帖 给我的 姐 你就当没看到算了 回去我就跟薛姨说没找到你 你就别去了 小青 回去帮我谢谢你 薛阿姨 你说我收到请柬的 我一定会去 你还真去啊 去啊 毛丫丫的孩子过百日宴 我当然要去啊 你帮我告诉他们 我会准时到达 而且 我会送他们个大礼的 行 我知道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好 喂 喂 向辉啊 何一切 你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 我找你 当然是好事了 这是什么 毛丫丫孩子的胎毛 小青 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我当然是想帮你了 我想帮你确认一下 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 这个我可是费了好大劲才拿到的 到处你得谢我 据我听说 毛丫丫在结婚之前 应该只有你一个男朋友 那这孩子的爸爸 不会还有第三个人吧 何雨琪 你说话注意 好好好 当然了 这个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过 如果你想知道确切的答案 选择全在你